好 我们来看这个嗯哼的 那嗯哼的话我们刚有讲过它的大概一个状况了 好 那所以呢 它不用蓝绿幕就可以做 而且它的使用方式跟简报很像 那么您可以拿它来做录影 或是线上的开会直播其实都可以 所以老师呢 您刚刚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嗯哼打开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参加说他一进来的这个很丑 因为他用这个场景 呵呵呵 所以你会觉得一进来之后 感觉起来好像就不是那么好 哎 老师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画面 有没有抓到你的网络摄影机的 嗯 还没有抓到 你还没下载完哦 好 等一下我帮老师看一下 其他有些老师是都有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是只有大头而已 不像我现在做的这么 呵呵呵 有差吧 就是你没有广角 所以相对大概就是抓到胸部以上 那再来就是你的背景如果不是 有哈 啊来来来你们大部分会像这样子 就是那个你的背景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们预设的并不见得是去背的 而是圆形的 有没有 很多老师一进来是不是用这一种 对吧 嘿 那 你先不用理他没关系 我们来看这里 好 来看这边 首先第一件事情老师在这里 第一件事情你要会做的是什么 好 要会换房间好吗 好 房间你就把它讲成就是教室嘛 就是场景 所以你看我们右手边有没有很多 而且你切换场景的时候 那个简报者的套用的形态 就会跟着改变 它的大小会变 也有可能像我变成这样 就是蓝绿木去背的 就是即时去背的效果 有没有 你可以左手边先点一点 看看你要哪一个 好 你看我点一个 有没有 就有不同的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在最上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其他房间 你就可以从这边点下去 从这里点下去 它会给你看网路上的 有没有 整理更多 后面这个数字 就代表它里面的那个场景的数量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出去怎么样 放假的有没有 放假的特别多啊 真的特别多 那难道可不会用自己的 可以啊 你看最下面 有没有可以上传自己的 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自己的场景也OK 那你看我这边找 往下来 我们找找看新闻的 好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个 你就把这个加号按下去 有没有 这样就下载下来了 所以呢 这里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我就可以回到这边 这样有没有 博恩夜夜秀 来 这样简单吧 换教室跟换脸一样快 有没有 所以来来 老师自己找一个喜欢的 找一个喜欢的 看你要哪一个 如果老师 你要用这个的话 那你把它当成就是 这个就是我的萤幕画面 就是你的网络摄影机画面 因为你装了这个软体之后 它会多一个东西 叫做虚拟摄影机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做好的 你看这里 我在这里有个视窗 有没有一个叫做广播 有没有广播 有没有一个视窗跑出来的 好 那其实这个视窗 你可以广播给同学 也可以怎么样 就是你把这个内容 变成一个网络摄影机 那我在Google Meet 上课的时候 我就选择这一台摄影机 嗯哼的这一台摄影机 那你合成的结果 就是你摄影机的内容 合成的 嗯 像这个 对 想 要多 对 嗯 哎 有有有 它是有美化的功能 哈哈 来 其实老师 实际上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 你不见得要怎么样 来我把这一台摄影机我先关掉 我先换成别的 好 其实你看我里面有很多台摄影机的 那都没有关系 我现在进到这边来 好 打开我的这一台 好 好 因为我装的软体它就 现在很多软体都会有虚拟摄影机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没办法 不是我想要那么多 哈哈哈哈 好 来 你看 这样 就是我的 呃 这个内容 因为它现在抓不到 这个 来我先回到这里来 来 来 有没有 其实老师我现在 我在部落格上的 所有的文章 那些录的影片 我都是用这种方式做的 就是 嗯哼 加 the rule 欸 我大部分是用这个方式做 超过95%以上 呵呵 因为很轻松啊 那我今天啊 我想要跟老师分享 比如说你看 因为 好 点到这里 对不对 好 我有一个标题 然后呢 欸 我会有我画面的操作 好 那我增加一个好的 哦 我增加一个媒体 好 像我最近有写这个嘛 AI创作大时代啊 老师 现在ChartGPT 应该已经轰炸很久了吧 嘿嘿嘿嘿 来 你看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 播放我的教学 拿我来讲解 你没有感觉 你在家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们使用ChartGPT 如果我觉得说我想要让大家看清除点 我就要拿全框 有没有 再来配合PhotoP 好暂时关闭 我就关起来 肩膀 有没有看到下面 我们在改变它呈现的方式 对不对 然后呢 谁说简报的人一定要出来 全框的时候 我难道不能不见吗 可以啊 所以老师不是说你一定要在现场 一定要出现在上面 因为有些老师并不喜欢 就是说一直出现在上面 可是你可以偶尔出来跟同学见见面啊 哈哈哈 对不对啊 你可以自由决定 那很重要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你要 你想你如果不要像这样 我可能背景比较复杂 我用圆圈圈的也可以啊 而且你看我这里是有勾 将我置中 我说我不要勾置中 那你就是自己要去对一下 有没有 可是如果我有勾一个置中 我过来一点 你不觉得 有没有 只是那个角度 我可能要再下来一点啊 不然因为我上面就不够了 可是你看我这样走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反正他会追踪嘛 其实他老实讲不是追踪啦 因为我的画面够大 所以他就看到 就会把人自动移到画面正中间这样子 老实讲不算自动对焦 他只是把 来你看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 我看一下 不见了 好 其实你如果是这个就是标准的 就是四四方方的这样子 但是圆的这个 他就是有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我把我的网路摄影机拉高一点 角度高一点 我就比较不会有上面被切掉的问题 所以虽然我坐过来有没有 这样他就不行了 其实你看我下面就知道 他是不是追踪我的人的位置而已 可是因为我画面够大 所以我移动的时候 所以我移动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 那个 啊你们的有没有就要 就要看笔电了 这样了解 所以说 这个也可以啊 所以你要去背也好 不去背也可以 对不对 你只要原则上背景 只要不要太复杂 大部分他去背的效果都会蛮不错的 好 那 所以老师你要讲解什么内容 是不是都可以自己先准备好 你不 你没有感觉到 我们下面就像老师用的投影片一样吗 简报啊 所以你知道你的简报可以汇进来 PPT或者是PDF可以汇进来 就会变成一页一页的 那你就可以开始录了 那我 像我前段时间是去那个 那个叫什么 高雄医学大学 我们在大学端其实都会鼓励老师 录那个摩克斯课程 MOCS 摩克斯 那 用这个录 对老师来说 有没有觉得很方便 我不用去我不熟悉的 这个所谓虚拟摄影棚 这样的空间去录 那我在家里面 自己的电脑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你用你最轻松的方式 对不对 跟我们上线上课一样 不用出门 在家里面就解决了 或者你在你的办公室 我就可以录了 这样就很方便了 完全不需要就是 太多的这些所谓的设备的限制 这样子 只要你的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的网络摄影机 麦克风 不要真的太差 那得到的效果 其实都会蛮不错的 对 所以 如果你不要做直播 你只是录影没差 那至于直播的话 就要看 就要看老师的那个 对对对对 看家里面的那个网络的速度 对对对 其实是还好 对对对 反正你在家里面都上过课了 对对对 反正你在家里面都上过课了 你可以上的方式就跟这个上课一样 嗯 嗯 因为是无线的 所以说 其实还是会 有 有时候讯号比较不稳 或者是网络塞车 那就有可能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鼓励就是用有线的 它相对稳定度比较高 不见得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就是稳定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对对 因为无线的其实还是有差 嗯 有时候就是可能讯号干扰啊 或者比如说你电话来了 有没有它也会干扰啊 嗯 好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请老师做的 就是这 就是在这边 哦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有没有 场景跟简报者的 对不对 哎 就是说你把你的场景选好 那你的简报者要呈现怎么样的方式 你先把它设定好 就好像我今天要上什么课 我要进什么教室 我是那个教室的摆设 资料 设备 我是不是要先准备好 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你只要把它准备好了 房间是跟着简报者的哦 了解吗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房间设成这样 然后呢 你切换不同房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简报者会改变不同的类型 大小是位置是会改变 嘿 所以你可以就是 但是你设定好了 好 那就是这个就是固定下来 了解 好 你选了这个房间 那以后进到这个房间 它就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房间的右下角 房间右下角 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那个齿轮 你可以按一下哦 这个齿轮你可以按一下 那这个齿轮要做什么 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后面这里 我现在后面这个 你有的房间 它会有这种倾斜的角度 有没有 这个啊 对不对 你点不同房间 有的是平的 有的是倾斜的 那要倾斜多少的角度 就是由这个齿轮这里决定 你看水平的倾斜 你看水平的倾斜 所以你的房间你可以自己决定 哎我要这样 要这样都可以 你也可以重设 那就恢复原本了 就是这个位置 它的倾斜的角度 你都可以自己调 那它的大小 你也可以调整一下 那这个只有在一个地方有作用 有的老师会说 哎为什么我的没有作用 因为呢 你看一下下面这里 有没有发现我们下面有 拳框肩膀跟关闭 只有肩膀有用好吗 如果你是拳框 他就是尽量把你的内容 放到怎么样 最大 所以你看我按拳框 有没有放到最大 那你调这里就没有用 那我按肩膀的时候 他就依照你这个框框 这里的水平角度 垂直的角度 去做调整 关闭更不用讲 因为关闭就剩你 自己在用 就看不到了 这样了解 所以老师要调这个角度 一定要去 就是那个肩膀 这个状态下 你调才有作用 这样OK吗 好所以我们 先找到你想要的房间 然后呢 在这边 你的人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调整 你滑过来 你可以自己用这样调 你可以从这边 简抱着 那边调整 事实上他还有做一个 这是针对线上的 什么叫针对线上的 你看老师你切换到右上角 这个简抱着 有没有发现有个叫离开 什么叫离开 下课休息十分钟 有没有 他连这个都帮你想好了 对 所以你这里也可以换 你可以换不一样的 对不对 也可以用自己的 暂时离开一下 这边你都可以自己打字 十分钟之后回来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他有帮你想到这些东西 那你再按一下 就会恢复正常的 然后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 相框吗 对不对 下面这里 就是有不同的形态 那 如果你有需要效果的话 有没有 比较 比如说 老师你现在今天会下雨 我们就来个下雨吧 对对对 就是他这里有一些 就是一些 镜头的效果 像这样就马赛克了 对啊 对啊 所以老师你都可以用 那另外这个指标 指标呢 其实就是他为了方便老师怎么样 上课的时候 我需要画笔 对不对 他连画笔也帮你准备好了 你看这里 这边 画笔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指标 对不对 你把它勾起来 你勾起来之后 有没有这油笔 放大镜我是觉得比较不好用 但是 像游标 他也会出现 这里有没有 所以像老师 如果有那个iPad 投影的时候 他不是就有这个蓝色的那种 灰色的那个点吗 那 你看哦 这个是用在哪里 是用在这边 你看 滑鼠滑进来的时候 滑到这里来的时候 用 我用笔好了 我换成笔 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是蓝色的 我把它换一下 变红色的 有没有 就可以在我的画面上直接做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待会录影 会录到哪里 会录到中间这一段 这个范围 所以你也不需要 假设老师只是单纯做录影 或者是线上 我要用 你也不用用软体 我的指标就有了 笔就有了 我就可以直接来这边用 可以 这样 有没有简单 可以 所以他其实帮我们想到蛮多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蛮大的优点 好 所以你现在第一个动作就像我讲的 你就是要把场景跟简报 就把教室先准备好 所以平常我会有好几个教室 就是我要录什么场景录什么场景 我就自己先准备好 那我就会比较快 可是有些老师可能在这边就会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你看 我可能这个场景是这样子 可是我下一个 我要讲我内容的时候 我想要让我的简报 比如说变成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就不要这样 我要变成全框的 有没有 那再来我下一个场景 我可能要我 荧幕上的画面 或某一个视窗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还要自己来这边用 不用 请你看左下角 左下角 我们刚刚这个是整整体的设计 你看左手边我们叫头影片 头影片就是 你看我的来源 可以是单纯的文字 我这个就是单纯文字 有没有 我今天要上什么课 我的标题是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只是要一个 就是老师出来讲话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要紧简报证 也就是他旁边是关闭的 旁边是关闭的状态 你要放一段影片 要放一段音乐 我就从这边丢进来 那你要找一个梗图 有没有 这个GIFY 这个就是网路上那种动画 GIF的动画 只是当然这个版权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争议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么再来 你有没有感觉有点熟悉 一幕画面分享 那这个画面分享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整个画面 你可以是我某一个视窗 或者是我整个全萤幕都可以 以我来讲 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是双萤幕 所以我就是把我另外一个萤幕就放到我后面了 那我的画面是不是又合上去了 就是我的这个 就是你现在看到黑色的这个 因为我现在这边只有一个萤幕 所以他会抓不到 来我做一个给各位看 你看 萤幕画面分享 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 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过 整个画面的 还有某一个视窗的 有没有 还有某一个视窗的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分享我的简报 那我只要这个视窗 我就选它 按分享 你看 你看 我在左手边 这里 我的这个 刚开始 是跟大家介绍我今天的主题 然后接下来 有没有变这样 那因为这个 它的大小就不够大 所以我就先马变全框 这样我的简报 是不是就跟我的画面就合在一起了 老师就可以讲解了 只是说因为 我真的要操作这个简报的时候 我还是要回到哪里 是不是要回到这边来 我要回到这边来啊 但是他在录影的时候 会把我的画面是不是就录进去了 这样老师有了解那个概念了吗 有了 所以如果你是全萤幕的 其实是最方便 全幕 就是整颗萤幕的 我只要在那一颗萤幕上的内容 我都会放到我的这里面来 这样老师有没有稍微了解一下 嗯 好 那 单一颗萤幕 老实讲 就是 你会比较容易受限制 那我有两颗萤幕就很单纯 一个 就是我用来操控的 另外一个 就是佛影出去的 或是我要录影的 那我只要把视窗丢到那个萤幕 我就很单纯 我就知道他一定就可以拿来用 对对对对 双萤幕可以丢来丢去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看过股票嘛 人家看股票不会只有一个萤幕嘛 可能有两个三个 就是因为要更方便 我要同时看到更多的资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老师是可以体验一下双萤幕 其实你接投稳机接大屏是双内幕理掌 对看你的 来这样子 你看我们在桌面上有没有一个显示设定 只是大家现在预设是不是都是 叫做同步显示 那你就把这个换成延伸就好了 就表示我有一个萤幕 这边的内容跟另外一的内容 比如说像我这两个 有没有这样两个就不一样那种 这样你了解了吗 像我们跟那个 所以我就等于说 假设那边是我录影的画面 那我就把这个 那个荧幕就抓到我的 虚拟圣房的这边来 我就告诉他我要抓的是 一个桌面 那这个桌面可能是桌面一或桌面二 这边比如说这边桌面一 那边是桌面二 我就抓桌面二的画面进来 那我只要我的应用程式丢到那边去了 都被录到 那只要拿回来就不会 这样子 所以其实老实说 大家都有在用双萤幕 只是平常大家用的都是同步 所以你会觉得 他好像只是我的另一个画面 就同一个画面换到不同地方而已 可是实际上都一样 这样会比较好用 这样老师有没有比较有sense 其实最好方式就是体验 这里有一台 待会我拿过去 马上体验一下 你就会感觉到 有双萤幕就回不去了 真的真的 老师用过双萤幕 其实很多老师应该都有用过双萤幕 对不对 你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 效率大提升 效率大提升 好 那 再来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来 老师你看 我们刚刚有把简报的场景 跟简报有测掉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投影片的来源 可是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看喔 我回到这边来 我在这边 假设我第一个 好 第一个刚刚的投影片 我是希望他是用肩膀的 有没有在这边 那我第二张投影片 我希望他是全框的 可是这样是不是有点冲突 而且你看我这样一改了之后 我原本第一张 有没有受影响 有对不对 你看 不见了 他已经不是肩膀了 我点这边变肩膀 可是这一张也变肩膀 你是不是到这边 然后就调回来 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 跟我们OBS一样 你看下面这里 你刚刚用的是不是叫投影片 右手边有没有叫新场景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很多个场景 这里 有没有发现我有场景一 场景二 你至少要有两张投影片 只有一张投影片 没有办法新增场景 你至少要两张 所以你先从这边先新增 再增加出 这样了解 你如果只有一张投影片 你看像我另外一个 这个是不是只有一张投影片 你有没有感觉到 新场景不能用 好 所以你在这里就请你来这边 看你要增加哪一个都没关系 假设我就增加荧幕画面分享好了 好 我就增加 那一样我抓我的简报 这样是不是两个了 两个的上面是不是亮起来了 好 你来这边按一个新场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上面多个东西 有没有场景一场景二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上面这个状态 不同的场景就可以设不一样的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你看 我在这边 好 这里我是全框 那我坐在这里 好 点到它 这里 我增加一个文字的好了 场景一 好 就这样 完成 好 你看在我后面对不对 好 肩补 然后我到这里 有没有全框 到这里 有没有肩膀 因为我的场景不一样 那我的场景不一样 还有一个可以做的是什么 诶 我不同的场景 我可以套用不同的房间 有没有 好 我在这里的时候 诶 诶 我这个是这样的场景 那我们不是讲简报者 你可以自己 是不是也好 诶 我在这种状态下 我人要坐到这边 这个大小比较适合 好 那我进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人不用那么大支 老是可以小支一点 但是下来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点到这里 有没有恢复大小的 点到这边 你有没有感觉 我们现在在做活动的彩排 对啊 我们不是 那个节目进行到哪一个 我就要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在做的 你会的啊 只是我们把它拿来 虚拟圣粉去规划而已 对不对 好 我把 我哪一个活动 我哪一个简报 我要讲到哪里的时候 我先预想好 我这个情境是什么 那我就先把这些动作 先把位置要做什么安排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照本宣科就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看起来好像老师觉得说 好像感觉好像很复杂 其实没有 事实上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那如果说老师呢 你有PPT或者PDF档案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汇进来 有没有 你看新投影片这边 有没有发现汇度简报 可是那个汇度简报 并不是只能PPT 你PDF也可以 他就会帮你把每一个投影片变成一个我们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这个投影片在下面的投影片 这样了解吗 他得把你的投影片转成图片然后汇进来 所以老师你原本如果你PPT里面有做动画的话会不见哦 因为他并不是PPT的内容 他只是把他 我们PPT不是有功能可以转存成图片档吗 他就等同用那个功能 所以你原本的动画那些都会不见 就比较单纯的 就是只有图片而已 因此如果老师你很坚持 我就是我的投影片要有动画 那你可以用我刚刚的这种方式分享荧幕画面的 那你是不是就照标准的操作方式 我在那边的操作就会被录进来 那他原本的动画就会跟着进来 这个是老师如果你就是看你的需求的情境这样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看我们 虽然我讲了很多 老实讲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且我们今天的目的就只有这四个 有没有很寒酸 我剪报那么多页就只 就做这么一页里面的这四个动作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前面两个我们都在准备什么场景嘛 然后这个是不是准备教材 投影片就准备教材啊 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就我们待会就可以来录影了 就可以录影了 好不好 来这边请老师先试看看 可以同时开好几个啦 只要你电脑能够跑得动的话 有没有 你看我上面是不是有两个 三个 对不对 都有 对了 这边我顺便跟老师提一下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右下角好像有一个浮水印 你想不想要浮水印 不想要嘛 所以请到这边 他没有强制你一定要有 只是预设只有 要知道在哪里关掉 在这里 有一个叫做 好像是叫房间 你看房间的最下面 线上的没有 对 线上的没有 有没有看到房间最下面有个叫隐藏浮水印 就把它勾起来就好了 对对对 有没有不见了 所以这样录下来就跟我们一般录影软体 这样直接录是一样的 这样OK 好 那我就先把时间留给老师 你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先把你的场景 复制一下 老师可以试看看 你可以汇入你的现有的 比如说你的PPT 把它汇进来 那 业数可能不要太多 不然它转换要一点时间 所以老师可以先打开你的PPT 稍微简化一下 可能大概十张以内 好 那你就可以像这样自己去安排 然后再去增加 所谓的场景 我在讲这页 人要在哪里 甚至我不要出现 就把那个透明度 老师 你如果不要出现 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 简报者的上面 简报者进来之后 有没有一个这个 透明度 如果老师你不想要出现 有没有 这样就不出现了 变成透明的就不出现了 这样了解 嘿 这样就不出现了 随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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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